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新闻来自外汇市场 日元对美元即将逼近165的关口 分析师们认为如果日元继续贬值 日本政府可能会采取干预措施 以阻止这一趋势 日本的顶级货币外交官已经表示 对日元的下滑严重关切并保持高度警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最新科技成就 中国已经研发出全球首辆碳纤维客运列车 这列名为Setrovo 1.0列车 由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制造 由于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列车辆比传统列车轻25% 能效提高7% 而且运行更加安静 维护成本也更低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界的最新动态 微软确认将继续在香港提供OpenAI的人工智能服务 这与OpenAI最近宣布限制中国大陆及香港用户的服务形成鲜明对比 业界人士预测 这一禁令将促使用户转向国内平台 如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 也在积极吸引受影响的开发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cke Asia报道 日本政府可能会在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165时进行干预 以阻止日元的贬值 尽管日元在周四早晨曾跌至167.86 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 但分析师认为 政府干预的关键水平在165左右 日本政府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 花费了约8万亿日元 以遏制日元的贬值 但由于每日之间的Can利率差距 日元的弱势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美洲银行证券的首席日本外汇策略师 三田修介表示 虽然外汇干预 可以暂时减缓日元的贬值 但无法改变基本面和结构性资本外流 花旗集团的外汇策略师也认为 日本政府可能会在165左右进行干预 并估计政府还有2000亿至3000亿美元的资金 处备来捍卫日元 然而 瑞士信贷集团的 亚洲外汇策略主管阿尔文坛 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目前的美元对日元汇率波动并不剧烈 东京更担心的是 日元贬值的速度和波动性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已建成全球首辆碳纤维客运列车 这种材料使列车比传统列车更轻更节能 这列名为Cetravo 1.0或贪心快速交通的地铁列车 在山东省青岛市亮相 并已完成工厂测试 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投入运营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列车的主要承重结构 包括车身和转向架 均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使车身和车架分别减轻了25%和50% 整体重量比传统列车轻11% 能耗减少7% 每年可减少约130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种植超过40公顷的数目 这列列车设计最高时速为140公里 远高于目前地铁的平均时速80公里 公司还表示碳纤维材料不仅使列车更轻更强 还降低了维护成本 并提供了更安静的乘坐体验 列车还配备了智能防碰撞预警系统和障碍物检测系统 可以在警及情况下自动发出警报并停车 南华早报报道 微软表示将继续允许香港客户 通过其Azure云计算平台 使用OpenAI的人工智能模型 此前OpenAI宣布将限制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 等不支持地区的服务访问 微软在声明中表示 其在香港的Azure OpenAI服务没有任何变化 仍将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访问 OpenAI本周早些时候向开发者发出通知 称将采取额外措施阻止这些地区 通过应用编程借口访问其AI模型 OpenAI的服务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官方上不可用 用户通常通过虚拟私人网络或第三方应用程序访问 而开发者则使用代理和外部服务器绕过限制 美国政府正加大力度切断中国对先进AI技术的获取 微软在中国大陆不提供生成式AI服务 但在去年3月开始在香港推出OpenAI模型的企业支持 随着OpenAI服务禁令的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推动用户转向国内平台 北京质朴AI等中国顶级OpenAI替代品 已经推出了帮助用户转向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计划 其他出物、创公司和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和百度 也在通过优惠和免费服务吸引受影响的开发者 微报报道 在英国大选前的最后一场辩论中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指责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 在处理博彩丑闻时被胁迫采取行动 斯塔莫表示 他在候选人凯文·克雷格承认自己投注失败后 立即暂停了他的竞选资格 而苏纳克却拖延了数天才做出决定 斯塔莫批评保守党议员只想着资深利益 而不是公众、福祉 他还强调 自己的候选人都知道他对他们有着最高的标准 苏纳克则反复敦促选民 不要向工党投向 并暗示如果工党胜利 非法移民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伦敦警察厅将扩大对这起博彩丑闻的调查角色 进一步加剧了选战的紧张气氛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在最新的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 月升11位,位列第50名 但仍远低于排名第26的新加坡 此次排名基于稳定性、医疗、文化和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 五大类30个因素 香港的排名上升主要归功于稳定性和医疗的改善 而新加坡则因教育和医疗的提升而上升了八位 维也纳连续第三年蝉联全球最宜居城市 紧随其后的是哥本哈根、苏黎世、莫尔本和卡尔加里 与此同时,特拉维夫因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和持续的战争影响 排名从第92位跌至第112位 日经亚洲报道 缅甸军政府利用中国技术监控互联网用户 显示出将镇压力度升级的迹象 研究和活动组织正义缅甸指责中国公司GH Networks 和中国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 帮助缅甸军政府建立数字监控和审查程序 该报告基于泄露的文件和公司记录 揭示了缅甸军政府通过中国设备和技术 进行监控和审查的具体细节 缅甸的虚拟专用网络禁令 以影响到商业运作和人们的生活 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因冲突和经济危机而动荡的局势 专家警告 这种技术支持可能会使缅甸进一步不稳定 并增加中国投资的风险 卫报报道 当特朗普被陪审团判定所有罪名成立时 我正在酒吧等待朋友 自然的 我买了一杯酒庆祝 并在社交媒体上提到了这件事 然而 这让一个熟人非常不满 他写道 人们为前总统被定罪而欢呼 真是可耻 世界在嘲笑我们 拜登是个小丑 他还说 你住在法国 根本不了解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国家 就放弃你的国籍 事实上 美国人花在食品上的消费比例是全球最低的 汽油价格也低于印尼 俄罗斯 中国和沙特等国 而在2022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 而欧元区的通胀率达到了10.6% 暴力犯罪在2024年初急剧下降 但特朗普的34项重罪定罪 无疑使前总统的犯罪率达到了历史新高 尽管如此 试图用事实改变某些人的看法 几乎是徒劳的 更值得讨论的是 许多极右翼的支持者 自称爱国者 但实际上 却讨厌他们国家的几乎一切 他们支持法律制度 但仅限于当他定罪他们的敌人时 他们相信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但只在他们的候选人获胜时 甚至有人为政变辩护 为那些破坏国会大厦 并导致一名警察死亡的暴徒辩护 以及煽动他们的罪犯 欧洲选民还没有美国选民那么极端 在法国 极右翼的国 加击会党试图掩盖其核心的极端性 以赢得选举 而特朗普则越来越疯狂 承诺清洗 呼吁军队对他个人效忠 并考虑超越宪法限制连任多届 然而他们推销的本质是一样的 一种伪装成控制的弱点故事 南华早报讲述了一位中国妻子的故事 她在准备离婚时发现 结婚五年的丈夫 其实是个无业游民而非医生 这位妻子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法院提出离婚 因为她受够了丈夫 不为家庭经济做贡献 他们经常因为财务问题争吵 丈夫还多次对她施暴 她起初认识这个男人时 她声称自己是市里一家大医院的高级医生 三个月后他们登记结婚 不久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但婚姻期间 他们频繁因财务问题争吵 丈夫每天早上早早出门 声称去工作 晚上很晚才回家 但从未给妻子任何钱 妻子怀疑丈夫夫说谎后 去医院何时 发现她根本不是那里的员工 法院调查后发现 她既没有在医院工作 也没有在任何医疗机构签订合同 面对证据 丈夫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无业 所展示的医院文件是从网上购买的 她撒谎是为了争夺女儿的监护权 法院最终判决离婚 女儿的监护权归妻子 丈夫每月需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 并因虚假陈述被罚款 类似的离婚案件在中国频频建筑报端 2022年广西的一名女子发现 丈夫在与她仍婚姻存续期间 与另一女子结婚并育有两女 法院不仅批准了离婚请求 还判处男子因冲婚和伪造法律文件罪 入狱一年十个月 南华早报报道 伦敦金属交易所正考虑在香港设立仓库 以满足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 日益增长的金属实物交易需求 LME首席执行官马修·张伯伦 在香港LME亚洲金属研讨会期间表示 香港与大陆的极佳连接性令人兴奋 这也是我对在香港设立仓库概念 非常热衷的原因 LME目前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和韩国 使用约450个仓库来储存金属 供投资者和终端用户交易 或用于银行融资 张伯伦表示 在香港设立仓库的前景 对我们来说很有趣 因为这是从上海等大陆城市 运输金属的最快方式 他补充说 交易所已经开始研究香港作为仓库地点的法律和税务问题 下一步是让LME的仓库运营商 确定土地和设施来建立新的存储设施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陈玉廷表示 仓库将加强香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 连接器的角色 随着绿色技术的发展 对金属的需求增加 电动器 车和太阳能板等需要铜、铃、内和硅等金属 这些金属都在LME交易 陈玉廷表示 如果金属行业是绿色转型的核心 那么中国就是其头部 香港在连接中国和世界方面 具有独特作用 近年来 LME的金属库存大幅下降 促使其将可用仓库空间 从疫情高峰期的430万平方米 减少到2023年的330万平方米 张伯伦表示 仓库库存是周期性的 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了一些积累 然后这些库存开始减少 导致库存量下降 确保我们的仓库网络 始终有足够的容量是很重要的 南华早报报道 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边境对峙 使得印度的藏族牧民 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对于57岁的牧民 莫鲁普南加尔 和成千上万的昌巴牧民来说 这场冲突 让他们传统的放牧土地 变成了军事缓冲区 无法再进入 昌巴人是适应极端环境的 伴游牧民族 以养殖羊和牦牛为生 其羊毛被制成珍贵的开丝米沙县 然而 由于失去了冬季较温和的牧场 南加尔的羊群受到了影响 当地议员孔乔克·斯坦金指出 楚舒尔村周围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封锁 影响了2000多人的生计 尽管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2020年冲突后撤离 但两国仍在加强防御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危机组织警告说 边境的模糊性可能导致更多的敌对冲突 对地区安全造成深远影响 印度为昌巴人提供了保温冬季小屋 但牧民们表示 这无法替代自然放牧 昌巴社区领袖南加尔普春措说 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受到了破坏 开丝米羊毛的产量下降 村里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放弃了羊羊 每年他们的困难都在增加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b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